蔡英文在社交媒体上谋称 宁可百年无战事 不可一日无战备 表示因应大陆近期在东亚区域频繁的军事动态 台湾当局已经加强所谓联合情坚真作业 严密监控相关海空动态 有观察指出 虽然蔡英文当局一再强硬喊话 但两岸军力对比拉开差距是不争的事实 台军对此也十分清楚 因此近来积极寻求对军备进行升级换代 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四报道 台海军准备将两艘服役已近30年的舰龙级常规潜艇升级延期退役20年 台海军参谋长李孝宗表示 台海军准备花费74亿元新台币约合16亿人民币进行升级改造 并计划于2020年动工 台湾舰龙级常规潜艇海龙与海虎号长67米 宽8米 满载排水量2600吨 是台湾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从荷兰引进的常规动力潜艇 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但时至今日 面对解放军海军大批服役的新锐常规潜艇 以及最新的攻击型核潜艇 既无AIP动力系统也未配备先进潜射导弹的舰龙已经明显落后 事实上 据台军介绍 舰龙级除了负担反封锁 反潜战备任务以外 其主要职责就是担任假想敌在演习中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台军用于升级舰龙的预算 已经差不多能购买两艘俄罗斯最新型号的击落级常规潜艇 但台军面临的困境是 自身没有足够技术水平进行合适的升级 也没有国际造船厂敢于接单 蔡英文上台后提出所谓台建台造计划 但不久就爆出重大弊案 正错蔡英文民调 台湾方面要能够成功地获得作战潜水艇 以台湾现在所属的环境来说的确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可能未来要能够把这两艘潜水艇拆换掉的话 至少可能要先等大概可能也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它现在把这个潜水艇做一个延寿 让它能够再多服役二十年 我想这很大的一个部分也是迫于无奈 它的一个潜艇停体本身的这种性能 它是很难去进行升级的 像噪音还是它的发动机无法去进行升级的 它和现代的这些新型 世界上这个新型潜艇相比的话 这种改进的一个性能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 对于台湾水下的作战能力的一个提升 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